那另外一个听众朋友们也给我们留言 他说他来美国已经一年了 那在美国呢 想要学这个电脑或者是 做这个程序员相关的这个动作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通常呢都是比较高收入的 但是呢他是有点担心 他电脑的水准非常好 但是呢英文程度不够好 他想要问一下说 像这样的情况呢 如果想要在美国做一个程序员 就是在这种电脑工程师 把这个电脑里面 是做这些软体之类的操作员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证照去考 那如果是英文不够好的话 如果想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可以吗 那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我们科学小天使一样的 为大家找到今天的专家 来解答这个问题的 这是我们Laser快捷培训的校长 Jeffrey Liu 刘建峰 刘校长 有请刘校长 如果英语不好的话 他是有专门的针对方式 首先所有的课价都是英语 那他每天学技术的时候 然后呢每天在结束 学完技术在结束的时候 拿出来十到十五分钟时间 把今天相关的概念啊定义啊 找到五到十句话 把它copy到Google上 然后呢跟读十五到二十遍 然后你这样几个月下来呢 技术也学会了 那么你技术英语也过关了 你每天十到十五分钟 你那个面部肌肉 它也出来 那我们说这个就是英语 面试的时候是一个月的时间 准备面试 那么面试英语它也过关了 那么你技术英语 加面试英语 你就可以轻松拿到高级的工作 哇非常简短的一个解答 谢谢我们Lancer快捷培训的校长 Jeffrey Liu 刚刚跟我们讲到说 这个专业英语 其实比日常英语简单多了 因为就是你熟悉的那几句话 都是专业的这个用语嘛 那他刚刚讲到一点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他说每天练习十五分钟 你脸部的肌肉就可以练出来了 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中文 跟英文的这个发音不太一样 用的肌肉用的这个发音位置不太一样 那希望这个我们快捷培训校长 所做的解答 能够解答到刚才给我们留言的 这位听众朋友们